大家好,我是阿泰 现在我在这个大山里边 然后我脚下有一条毛的公路 通到这个山里边去 我看了一下整个周边这些土 好像都没有人种 但是这个路是挖了一个毛路 我觉得里边应该有住有人 我现在进去看一下 下面这些土地全部都是荒的 然后这个路仿佛也没有看到 有走过的痕迹 当然主要是因为现在是刚刚下雨 过去没有多久 咱们现在走到这个山里边去看一下 挖的这个路 一旦没什么人走 这个草全部都长出来了 还有边上这些土 一旦没有耕种 这个草长得也特别特别的快 这些路呢 如果说里面住户不多的话 基本上是不大会硬化了 如果说只有一户两户 然后这个硬化呢 可能要花几十万的话 那么这个国家也会考虑成本 可能就让搬迁出来吧 当然如果说 住在这个地方的人 本来经济基础挺好 那么大家凑钱 然后再寻求这个政府一些帮助的 应该也是可以的 我就发现这个地方的草是真的特别好 我们看一下对面那些土 全部是丢荒了 然后这个下面呢 有那个水田 水田里面是有种水稻的 不知道是这个地方的人种的呢 还是别的地方的人来种的 那么特别是这个土里面那些青草啊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 只有这个 我发现只有这个水田是有在种水稻的 然后土呢 是目前这里边是没有看到有种的土 哎呦 越走这个路越烂了 哎呦 全是泥巴 我这个天哪 走了十分钟了 还没走到 这不会真的没人住吧 看这里这么这么粗的一根松树 干在这里也没有人扛去当柴操 是不是真的没人住啊 这还有这么些干柴 也没有扛回去 啊 终于看到房子了 前边 看来这个村庄已经没有人了呀 看这个公路 挖到这儿就到头了 这儿发现一户人家哈 我过去看一下 这户人家呢 也就没人住了 然后这个边上还有特别古老的这种土墙啊 土墙房 大家看这个房子应该是一个很多年没有住人了 已经破得不得了了 这个房子已经没法住人了啊 然后它前面那是牛圈 咱也不能不进去了啊 再往前看一看 哇 那个地方竟然还有一个山洞 大家看看 那里有个山洞 然后 这里有人种玉米 啊 那么 我公共桌这个上面应该有一户人在这里住啊 咱们从这儿上去看一看吧 就在这个林子里肯定有一户人在住 不然它这儿不会有这个种玉米在这里啊 这有人啊 还 soup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这鱼米在这里啊 每个东西啊 做掃 着掃 什么 哦 只在你们的家人这儿 就在我们的家人 它递你了 你们可能回没啰 没啥 flo natural 如果敢下说 不敢向 害怕 恐怕 不敢向 所以 Potion 你们全部是这里直接搬走了 是吗? 中家以前不放在这个,中午也没有放在这个 就是你还在家? 嗯 你住在这里的房子是吧? 我住在这里的房子是吗? 我住在这里面的房子是吗? 住在里面的房子里面,在哪里的房子啊? 外里呢? 在房子里面,我们住在这里 外里的房子? 外里的房子吗? 外里的房子,在外面啊,在私家 嗯 搞这个洋子啊,是吗? 蛤? 你们搞这个洋子啊,是吗? 嗯 搞这个洋子啊,是吗? 国家没有在洋子 嗯 那我做的,我也干了,我做的好多啊 我做的,你干了? 我做的,我做的好多啊 我做的好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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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在公里搞的干洋子? 有洋子那时候就可以干了吗? 嗯 搞姿务啊 搞,有些大小的工啊 哦 没得洋子那时候呢? 我说,有洋子那时候就去干了? 那他有洋子那时候就去干了? 没得洋子那时候就去干了 那你一个人在住在这时候呢? 你跑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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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要不吃个洋子呢? 三几点,是一个星期就去干了 那对,相当于一个人来跑呗? 是呀 在外面,有找吧 找,我耳朵也不好 哦,我清晨了,你好像撸不太好 我撸,我几岁就找的 小的也有找的 小的也有找的? 你真的厉害呀 你胆子也大呀,也给人住 真的不怕? 怎么那么烦呢? 你都赢了去吧 哈哈哈 哇,再下雨了,朋友们 这个我走了 走这个公路上走到这里走了十多分钟 我都有点害怕了 不想往里面走了 然后就碰到一个大姐 正好她家住在这里面 然后她一个人独住在这个峡谷里面 我觉得她胆子真的挺大的 然后她老公呢 是搞这个建筑啊 就是经常呢 会出去耽误个三五天了 然后就回来 然后大部分时间呢 就是她一个人 独自居住在这个深山里面 我觉得她 真的胆子挺大的 特别让人佩服啊 朋友们,如果说 让你们独自一个人 居住在这个深山里面 大家怕吗?